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公正党的国会员沈志勤 他今天公开发表说了一句话 他呼吁全马来西亚的国民 要对我们的马币令吉有信心 他说这个马币迟早会回神 然后呢 只要等到这个外资涌入马来西亚 然后呢 到时候呢 马币就会回神了 OK 该怎么说呢 我先说结论了 这个 神志勤讲这句话其实是没有错的 马币迟早是会回神 要对这个令吉有信心 以其说是信心 倒不如我说是 这是一个循环的周期 他是一个源泉的人 他一定会回来的 OK 现在呢 我们的马币跌到这么惨了 我之前我已经解释了 有几个原因 然后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那边加息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每一次美国那边加息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马币就会贬值 因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的钱都要回去美国嘛 然后呢 这个马来西亚的钱也被抽走的话 这样马币就会贬值 所以神志勤讲那句话也没有错 就是说当外资呢 重新涌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到时候呢 这个 马币就会升值 但是我想 更加准确的讲一点就是呢 我也可以讲一句结论就是 马币一定会升值回来 迟早都会升值回来 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吧 但是 真正的原因啊 当然 这个外资重新涌入马来西亚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还有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触发 那个外资涌入马来西亚的那个因素呢 是什么 那个才是真正的因素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因素呢 就是呢 美国那边的升值迟早会停了 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啊 一直不断的升值升值升值到天皇地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你是世界霸主美国都好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美国当局来说呢 完完全全就是看他那个物价指数CPI 他那个物价指数 只要是高的话 没有选择 他必须要 这个升值 然后呢 必须要打击一下 这个经济的热度 只要等到这个CPI跌下来 物价指数跌下来的话呢 这个 美国那边呢 他自然而然呢 他就是要 停止升值 要分两步来做 第一步是停止升值 然后第二步才是降值 只要这个物价指数跌下来了 他一定会做这两个事情 然后呢 你一个国家的物价指数也不可能永远无止境的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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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会到了一个点呢 又要跌回下来的 他经济的这个周期循环就是如此 所以当美国的物价指数终于跌下来了过后 这个美联储当局呢 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呢 他会正宗的宣布 停止升值 当他停止升值了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蝴蝶效应会发生的 当美联储如果今天宣布一句 我正式宣告我们停止升值了 然后整个国际的市场 他们听到这一句话 就是美联储宣告停止升值 他们呢 一定要比这个市场呢 更快做出反应了 然后他要做出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他要先想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蝴蝶效应到最后会是怎样 当美联储停止升值过后 下一步会发生的就是 他会降息 当他降息了过后 美国的钱呢 就会重新的流出去 流出去全世界 流出去全世界 也包括了马来西亚 现在是因为美国升值 那些钱呢 从马来西亚流去美国 当美国降息了过后呢 美国的钱就要流回来马来西亚了 所以那些投资客呢 他们当然懂得把他们的资金提早 去哪里 所以当美联储他已经宣布了 他要停止升值了 还没到降息都好了 那些投资客已经知道要怎样行动了 就是把他们的钱提早 去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 当然这样的国家有很多个啦 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了 所以到时候呢 马币自然而然会起哦 我现在我觉得一个比较好奇的东西是 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马币跌 这个问题归咎于当朝政府 尤其是安华 安华是首相兼财政部长 觉得这个马币贬值 这个安华呢 是逃脱不了这个责任的 但是我在想啦 如果啦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啦 只是迟早的问题啦 可能是半年后或者是一年后 美国那边终于停止升息了 美国那边终于降息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马来西亚就算是躺平在那边 什么都不干了 自然而然的那些钱呢 也会自动的流入马来西亚 到时候呢 马币也自然而然会起 而且呢 你现在看美国升息升息 然后马币就跌跌跌嘛 到时候 美国如果是降息降息 马币就是起起了 到了那一个时间点上的时候呢 你说 现在骂着安华骂着政府 让这个马币贬值的人呢 到时候呢 会不会说 这些马币升值 是安华的功劳 是政府的功劳 还是呢 他们会说 这个跟你们没有关系 这个是美国那边的事情 你们这边呢 只是捡一个便宜 我觉得很好奇啦 到时候会不会这样啦 但是呢 你拭目以待 我在这里可以先做一个议员家 就是呢 简单来说 美联储那边 只要等到这个新的出来 物价指数跌 他们马上宣告停止升息 然后呢 就是开始降息 然后呢 我刚才说的 政府就算是躺在那边 马币也自然会省事的 所以到时候 我们等着 现在骂着政府的人呢 到时候会不会说 这个不关你政府的事 你政府一点功劳都没有 这完全是美国那边 单方面发生的事情 你只是剪刀一个评 我在等着 我告诉你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时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